国民党吉安乡党部在5月份已经完成标售 届时面临必须搬钱的命运 让在地的支持者以及党工们感到是相当的不舍 而吉安乡党部也预计在7月底前 会另寻他指做搬钱的动作 国民党吉安乡党部早在5月份 就以333万元的价格完成标售 而目前吉安乡党部也持续和德标人洽谈足气事宜 但始终没能达成共识 不过在7月底前就必须面临搬钱的命运 也让在地方成立数十年的国民党吉安乡党部 即将走入历史 让许多人都感到相当不舍 因为这里是地方上交换讯息的重要场所 当然难过 一般民众都已经习惯了 有什么事情来这边拜托 党部来协助帮忙 现在要翻掉人 大家心里都难不爽 因为我们党部长期以来 有服务很多很多民众 例如说一些补助的部分 伤障补助甚至急难救助 这是党部长期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民众其实长期以来都习惯到党部来这边 泡茶聊天看看报纸 现在党部没了 所以其实很多党员最近都来讲说 真的很可惜很心疼 那所以现在大家就是更是积极的帮我们再找一个地方 让国民党集安箱党部可以重新再站起来 集安箱党部表示 在花莲地区不仅是只有集安箱党部遭到飙售 这种情况也在光复 寿风凤陵等地陆续拍定 并且都是由国民党主动申请出售 来缓解党内支出 并无收归国有的问题 记者许立琴 集安箱报导